在2019年11月11日 在馬鞍山發生了一宗極度嚴重的暴力案件 在當日中午的時份 有大批的黑衣人去到馬鞍山港鐵站進行大肆破壞 期間有一名藍屠人嘗試阻止這些黑衣人的時候 亦都受到襲擊 期間突然間有一名的黑衣人衝向這名的受害人 向他臨撥一些異然的液體並且點火 引致這名的受害人身體頭部多處是嚴重燒傷的 而該名犯案的黑衣人期後亦都逃離了現場 在警方深入調查之後 我們是鎖定了兩名的涉案男子 他們年齡分別是17和25歲 而根據警方的調查相信 這兩名的涉案男子在較早的時候 已經是乘坐飛機離開了香港潛逃到海外 警方現在是驗證通緝這兩名的涉案男子 另外在警方的調查 亦都得知到這兩名潛逃了的男子 當日離開香港的機票是由另外兩名的男子所購買的 在昨天1月14日警方採取了一個行動 分別在柴灣和元朗的兩個住宅單位 拘捕了兩名的涉案男子